《夜風中》第十一回 是由李安球編導、岑海倫原著、楊縣眉改編、孫寶羅錄音 並且由姚秀玲、劉安東、車心梅、張智輝、譚翠蓮、丁欣、莫家驅、盧韻賢、陳炳球等聯合播出 《夜風中》第十一回 現在開始 夜風中 兩夜旅遙遙秋千 黃泛輕言語飛耳 刺激中殘憤悲樂 心底外意 仍待發熱 求滿我尤情一點 為我彩合運一篇 我及彩雲龍的驟將 這隻美麗 仍是偏面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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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表哥 珊瑚,原來你來了我的房間 是 剛才我還去你的房間找你 怎麼了? 想著我,所以在這裡等我嗎? 你坐下來,我們來聊聊 怎麼了? 整個大了,正經了 是不是有什麼嚴重的事? 是很重要的事 想不想聽? 好吧,我坐下來洗耳工廷 對了,到底是什麼事? 你不是說,很想跟我結婚嗎? 當然了,這個是我最大的心願 也是我唯一的心願 珊瑚,你是不是決定了? 我考慮過 我實在找不到 比你的男朋友好 所以我... 你怎麼樣? 你著手籌備我們的婚禮 珊瑚 你...你嫁給我嗎? 是 你沒有聽清楚的嗎? 我說我們的婚禮 珊瑚,那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你怎麼了? 你瘋了嗎? 珊瑚 我是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很開心 這件事 真的令你這麼興奮嗎? 當然了 我等了這一天 等到頸都長了 那就不要再等了 我們立刻結婚 好 不過... 怎麼了? 對你要考慮? 傻了 你肯嫁給我 我還要考慮什麼? 不過... 我們董家 到底都是有體面 而且我也是長子 我想他們一定大事鋪張 那有什麼問題? 如果事事要做足 籌備上來 一定有一段時間 大約多久? 嗯... 就算不用半年 也要三幾個月 要這麼久? 我想在半個月之內 就舉行婚禮 為什麼忽然間 又這麼心急? 我是這樣的了 除非不做 你決定了 就要立刻做妥 免得心掛掛 算了... 辦不到就算了 不過... 我怕拖久了 我又會改變主意 珊瑚,千萬不要 你不要生氣 我們可以想辦法 有什麼辦法? 嗯... 用半個月的時間 去籌備一個豪華的餐巫會 都可以的 這樣吧 或者我們先訂婚 另一方面 就同時籌備婚禮 好嗎? 雙管齊客也好 你同意? 就這樣決定 你立刻跟舅父舅母說這件事 我就打長途電話過瑞士 通知爹地媽媽 是,真明 老婆大人 就是你 甜蜜蜜的 我們要上學的, 腳踢壞了嗎? 是人的心壞了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說我知道為什麼 你… 你… 你見得我的手很痛 你幹什麼? 我要你說 為什麼? 為什麼要答應大哥的婚事? 為什麼我不可以答應? 你說過愛我 說過會嫁給我的 現在全部都不見得了? 為什麼? 你不怪我 為什麼你不想想自己 怎麼對我? 我… 忽冷忽熱 又要偷偷摸摸 你甚至不敢在他們面前拖我的手 我有顧慮 你又不是明白 難道你不可以等下嗎? 等? 等多久? 你根本就不讓我一個期限 是不是要我無聊期地等下去? 對 你急什麼? 還有兩三年才大學畢業 或者在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有轉機 那如果不可以呢? 我兩年你自己都沒有信心 沒有把握 那你叫我怎樣等? 即使是這樣 你也不用急著要現在結婚 你也知道 我本來已經是一無所有 現在就連一個希望都沒有了 為什麼你要立即結婚? 女人遲早都要結婚 早點有什麼所謂 而且 你大哥差不多每一天都向我求婚 我實在不想再拖他 我只不知你都發覺到 他真的很愛我 被愛 怎麼都幸福過他愛人 殺我? 是不是想說你也很愛我? 但是比較起來 你不及得大表哥 其實 其實你也不是這麼慘 這麼多女生喜歡你 什麼叫做連一個希望都沒有? 不如這樣 你考慮一下 你身邊愛你的那些女生 我不要 不要 那我也沒辦法 一切已經決定了 不可以改變嗎? 珊瑚 我求求你 再給我一點時間 對不起 我對你沒有信心 珊瑚 請你開車 我到時候回學了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大哥什麼都可以得到 什麼都這麼順利 我就連一個可以了解我 諒解我的人都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珊瑚 珊瑚 你沒理由對我這麼忍心的 你是愛我的是不是? 我… 我跟大表哥一直都很好 好了 你想不想開車? 如果我不想的 那我自己自己的你回學 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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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早晨 早晨禁衣 先吃早餐吧 你今天第一節有課 是嗎? 我不用這麼急 等艾雲表哥下來再一起吃 不用等他了 為什麼? 我們一起上學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但是你千萬不要叫出來 否則被你舅父知道了就糟了 什麼事? 你那個艾雲表哥帶了行李離家出走 什麼?他… 他離家出走?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搞什麼? 我告訴琴姆她 她已經知道了 那現在她呢? 我要跟我商量一下 快點找回艾雲表哥回來 你不用心急 我們會想辦法 你還是先吃早餐 然後回去吧 我…我不想吃 珊瑚 你幹嘛哭呢? 唉… 艾雲又不是弟弟 你不用擔心她 她離家出走的時候 跟你說了什麼? 沒有啊 我根本都沒有看見她 只是在她的房間打掃的時候發現 她寫了一張字條 字條呢? 就是這張 給我聽 好啊 我沒有明天 我真的一無所有 我出現的時候 沒有人會留意我 到我消失的時候 也都沒有人會記起我 我不再留戀任何人 也都沒有任何人會留戀我 既然是這樣 我又何必留下 這個家 根本就不屬於我 到了這個時候 我都應該離開 我走 我要走 阿文彪 唉… 她一向都是古古怪怪的 我看她沒什麼事 轉頭她就會回來 她不會 她這次不會 未必的 你扣舞出來了 唉…好了… 可以鬆口氣了 怎麼樣… 怎麼樣… 我靜靜在房間裡 打了很多個電話 終於都找到她了 找到艾文表哥了? 是啊… 唉…我現在才安靜一點 她去了哪裡 你不用擔心 原來她去了Maggie那裡 她去找Maggie 我想她暫時都會住在那裡了 珊瑚 你一番苦心 總算沒有白費 我們幫了Maggie 也做了一件好事 是… 是嗎? 我早就說沒事了 不過我還是有點擔心 雨靈天天都不見艾文的人影 她一定會起疑心 我們又不能把這件事說出來 珊瑚 你都知道了 你舅舅年紀又這麼大 身體又不是很好 如果我們把艾文尼加 出走這件事告訴她 她一定受不起這個刺激 所以我們一定要合力想辦法 換過這件事才行 不如這樣吧 說她去了旅行吧 唉…不行的 上學時候無端端去什麼旅行呢 又說她去哪裡旅行好 為什麼天天都不見她回家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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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這樣吧 我們可以說 艾文表哥和一群同學 負責搞一些活動 要他們來到那裡住一段時間 搜集資料 唉… 對呀 珊瑚這個說法就比較好一點了 好,那就這樣說吧 是誰 talking去哪梯 900 寧敏和珊瑚回來了 ס evolve obs terug 是我最後一緒之一 對 tener becky 難道爹地你就不掛念我了 掛念,當然掛念 你是我們的寶貝女 怎麼了?好像瘦了 我? 可能因為最近忙著籌備定婚的事 所以要瘦了一點 姑娘,你們放心 以後我一定會令珊瑚覺得很舒服 甚麼都不用她操心,保證她可以肥 女孩子瘦一點就更漂亮 還有一個星期就要定婚了 你還這麼小的脾氣 哪就是,我說珊瑚她很生性就真的 是啊,大嫂 只有你這樣說 我就不敢以為我女兒很懂事,很生性 初時,她說要來這裡住的時候 我還擔心她會麻煩你們 大家是自己人 說甚麼麻煩才行 也就是 而且我一直最愛珊瑚 她喜歡在這裡住下去更加好 現在你得上所願 當然,珊瑚也快是你的媳婦了 是啊,我也想不到會這麼快 是啊,我就跟你一樣了 接到珊瑚的長途電話 我還以為自己聽錯了 姑長姑媽,你們沒有甚麼意見 唉,女大女世界,我們是絕對民主的 珊瑚喜歡的,我們不會有甚麼意見 多謝姑長姑媽 是啊,定婚的事籌備成怎樣 已經八八九九了 那就好了 對了,珊瑚,這個星期你還要上學嗎 當然要,我喜歡學校的生活 如果擴貨太多,會影響我的學業 剛才沒有去接你們的機 還因為不想告 爹地媽媽不會怪我 真是傻女來的 我們又怎會為了這些小事怪你呢 不過這樣,學業重要 對了,艾雲呢 他不是跟你一間大學嗎 為甚麼他不跟你們一起回來 艾雲表哥 是啊,他跟一班同學來的 他做甚麼 他不知道我們今天來的嗎 連姑媽都不見 他不記得以前姑媽是最疼她的 媽媽,你不要怪表哥 他去了個幾星期 而且他來到不是玩 是為了學校的功課 原來是這樣吧 所以說呢 你每天都這麼心急 當然心急 我都不知道多想念這個質 我當然想見一下他 最近他很少寫信給我們 連照片都沒有寄禮 他是不是很忙 忙甚麼 對呀,簡直就無事忙 除了吃飯的時候 就沒有時見他 越大越古怪 你好像好不滿艾雲那樣 為甚麼 總之是激氣 別說他了 對了 我看裡面已經預備好下午茶了 大家不如請貴飯廳那邊坐 一邊喝茶一邊聊 是的,大姑拉姑爺 請各個一邊吃點東西 好 好 進來 珊瑚 媽媽 還沒睡嗎 爸爸呢 他睡了 你累不累嗎 如果不累的 我和你聊一下幾 好 你坐我床邊 我們聊通宵 聊通宵 你有很多事跟我說嗎 當然 好 那坐下 媽媽 你這次來香港 要在這裡 住久一點陪我 你又不用趕著回去 現在還要我陪 什麼不要 你現在有了美婚夫 不要提這三個字 做什麼珊瑚 為甚麼你 沒有 沒事 對媽媽都不說真話 其實我過來 都是為了要問你這件事 你決定和雷文定婚 為甚麼決定得這麼突然 本來你是跟艾雲定婚的 如果你是跟她定婚 我也不會覺得奇怪 但是為甚麼你突然間會跟雷文 你一直都喜歡艾雲的 媽媽 珊瑚 有甚麼心事你就說吧 說了會舒服點 為甚麼你不選艾雲呢 不是我不選她 你也不知道 她是脾氣變了 又乖又絕情 有時 還令人很難堪 是否她欺負你不理你 我從來都沒有介意她怎樣對我 不過可惜 怎樣 你說吧 我回遲了一步 她 她有了另一個女生 哦 原來是這個原因 如果是這樣也沒辦法 唯有說你們沒有緣分 我不是怪她 不過我覺得很可惜 你仍然想念艾雲 其實你喜不喜歡雷文 你仍然想念艾雲 如果你對她根本沒有意識 你千萬不要義氣用事 這樣做對你沒有好處 而且你又這麼年輕 不用這麼急頂分 你怕以後無法遇上更好的男生嗎 其實雷文也很好 她很愛我 對我千衣百順 有溫有體天 既然愛人這麼辛苦 那不如 就等別人來愛我 那我就不會阻礙你 一切你自己選擇 你自己決定 不過將來的後果怎樣 你都要自己去承擔 我知道 既然這樣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一心一意做雷文的未婚妻 你知不知道 有很多事情 往往都是自己找來煩惱的 你不要再難為自己了 我去聽你說話 那我就放心了 媽媽 留下陪下我 我已經預備在這裡住一兩個月才離開 真的嗎 是啊 那爸爸呢 他不能放下那邊的生意 他要先趕回去 有我在陪你還不夠嗎 夠…夠了 對了 有一件事我真的很不明白 為什麼你舅父好像很不喜歡艾雲那樣 一提起他就說激起 你又說他古怪又說他絕情 為什麼會這樣 他以前的人不是很活潑、很開朗、很純品 為什麼 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從小時候回來之後 看到艾雲表哥已經是這樣的了 舅父不喜歡他 又時時罵他 連錦衣和其他下人 對他都不太好 沒有理由的 不行 趁這次我留在這裡 我要查清楚這件事才行 珊瑚 你照一下鏡 看我和你化妝化得好不好 怎麼樣 好 行了 麻煩你這樣 不用麻煩 進來 怎麼樣 我的寶貝女兒化不漂亮嗎 媽媽 珊瑚真是漂亮 舅父舅幕 你們也來了 是 他們說要先賭為快 看看今天的女主角 哎呀 你們看看 雷敏和珊瑚站在一起 多登對 真是郎才女貌 天造地鐵 珊瑚 爹地第一個恭喜你 多謝爹地 從今天起 你就大過女兒了 不要整天掛著向人家炸嬌才行 你看看 這條鑽石頸鏈 是爸爸和媽媽送給你的 配賣雷敏那對 正正是一套 謝謝爹地媽媽 雨玲啊 還有我們那份呢 什麼 你必須急 又不會跑掉 珊瑚 我這次沒有預備什麼禮物 只是送一輛房車給你和雷文 到你們結婚的時候 我又再送一份更加好的 這條車士 拿著它吧 謝謝舅父 珊瑚 珊瑚 就派在車房那裡 等一會再看 說起來 艾雲那輛車已經很舊了 不如幫她換一輛新的 不用幫她換 這個人簡直是沒用的 明知今天是大佬訂婚的日子 連人影都不見 你說她像什麼樣子 雨玲,你做什麼 她好好醜醜都是你的兒子 而且今天也是大好日子 你這麼怒氣幹什麼 是啊,今天是好日子 大家應該開開心心才是這樣的 將近六點了 就快有客人來了 我看我們都要下樓了 是啊,大姑奶,姑爺 不如我們先下樓吧 好,好,好,好 自己人先喝杯 走吧,走吧 珊瑚 你先下去,我想休息一會兒 這樣嗎? 這樣也好 女孩子到了這個時候 當然會緊張一點 讓她休息一下 等待待訂婚儀式開始的時候 你上來接她也不遲 這樣也好,珊瑚 我們先下去吧 那走吧 如果今天跟我訂婚的 是艾雲表哥 那我就 我真的 還要在胡思亂想 媽媽說得對 煩惱是自己找回來的 說不定 現在艾雲表哥 跟那個Maggie相相對對 都不知道多開心快活 又是誰 誰 是艾雲表姐 有人找你 有人找我? 艾雲 誰找我? 是一個女生 叫做Maggie Maggie? 她來找我? 她在哪裡? 在後門外面 她說她不方便進來 請出去跟她聊幾句 現在嗎? 是呀 她有很多重要的事跟你說 你見不見她? 嗯 《悲歡離合》 《夜風中》第十一回 是由李安球編導 沈凱倫原著 《楊婉未改編》 宣寶羅錄音 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